世界的無疾 就是大部分最高的山 都在我們講的 這個泛西馬拉雅這個範圍 東邊算起是橫斷山 然後在西馬拉雅山 再往西就是克拉昆隆 我們地球上高等植物 大約有30多萬種 在泛西馬地區有2萬多種 我們的邊界上是600米 然後一直到七八千米 那你就可以從日帶 一直到寒帶 不管是歐洲、非洲、北美、南美 都找不到這樣的一片環境 這裡的生鏡多元化 它才會有適應不同生鏡的植物出現 But the plant kingdom dwindles in the most geologically unstable regions on the planet 泥石流、地震、平衡 所以這個地方 生物多元化是出於一種危險的陷阱 這邊區域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 物種界定的清楚 它的植物多元化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們就要注意 這個地方究竟有多少物種 哪些物種分布的狀況怎麼樣 從2010年 Professor Hong Deyuin 和他的同學 initiated a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expedition throughout the Pan-Himalayan region They have collected 150,000 specimens and discovered over 150 new plant species 116 plant taxomonists from 15 countries participated in this project 主治的邊緣工作 是最基礎性的一個工作 可以為後續的 不管是保護也好 資源的開發利用也好 提供最基礎的一個 原始的一個數據 這樣的研究呢 往往看不到短期的效應 但是應該看到 生物多元性保護 是一個長遠的一個事業 接近